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分析师Nio元 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很多的影视作品中 都会看到一句经典的名言 看着我的眼睛说 那么由此而来的就是 当人们盯着眼睛进行交流的时候 从眼神中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否在说谎 而有这么一个人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你 一步步的造就了近代最大的商业欺诈之一 他真挚的大眼睛 骗过了自己的老师 同学 投资方 全世界甚至骗过了他自己 他是谁呢 他就是伊丽莎白霍姆斯 霍姆斯1984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 在德克萨斯州长大 他是一个安静好学的孩子 对科学学术非常着迷 很早就对医疗器械长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某一天的参观中 发现了现阶段的厌血 总是抽出一大罐的血液 不仅仅耗费大量的时间 对于病人来说也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于是在当时 年轻的霍姆斯就萌生出了改变这个世界的想法 于是在回到学校之后 他退出了同一领域的研究课程 从资坦福大学化学工程学辍学后 并于2003年创立了Serenos 旨在开发一种比任何东西都要更快 更便捷 更便宜 更准确的血液检测技术 目的是为了改变目前的血液行业 该公司标志性产品是一种名外爱迪生的设备 据说只需要一滴血 就可以进行数百次的血液检测 使用的专有技术 比传动方法更加的快捷 便宜 准确 首先 霍姆斯说服了斯坦福工程学院的院长 钱林罗宾逊 并使其加入了其董事会 在一年中融资超过了600万美元 但是其中他想要说服的一些医学界的权威人士 就给他浇了冷水 这个想法目前在技术上是无法实现的 然而这并没有阻挡霍姆斯的追梦之路 起码在当时是在追梦 从科技行业 从3DFX的年轻小伙子们开始 有一句著名名言Fake it to make it 并做出了90年代文明于世界的巫毒显卡 虽然后来因为战略管理等的问题已经倒闭了 但是这种精神却流传了下来 于是在原型机的噱头和改变世界的梦想的驱使下 当时年仅19岁的霍姆斯 使得非常多的名人知名投资公司的投资者 向其公司注资了超过数百万美元 很快Zeranos估值就超过了90亿美元 但是现实的残酷让霍姆斯有些措手不及 首先就是技术上达不到 目前的技术条件 无法让它如此小的一个机器 在一个恒定温度进行运转 第二就是医疗方面的巨大挑战 如此少量的血液 根本无法提供完整的信息 在2014年 该公司与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 Walgreens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 在其所在的地区提供血液检测 进一步提高了知名度和声誉 霍姆斯也被誉为改变医疗现状的一个领导者 甚至与史蒂芬·乔布斯相提并论 后者同样以iPhone颠覆了整个技术行业 时间过去了许久 但是这个研究却毫无紧张 从这个时候起 各方面的压力 使得霍姆斯走上了造假之路 在此时 爱迪生液血机开始上线 血量不够就选择稀释 然后用西门子液血机进行检验 那不用说 准确度肯定差了十万八千里 因此霍姆斯更是在自家员工上严防死守 各种保密协议接踵而来 然而 尽管围绕着Seranos的炒作和承诺 其技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在2015年 一篇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就对该公司的血液检测提出了质疑 报道称 Seranos在绝大多数检测中 使用的是传统型设备 而并非其专有设备爱迪生 并且由于不准确 它已经作废了数以千计的测试结果 这些指控引发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刑事调查 并且很快发现了Seranos 在其技术和能力方面 误导了投资者 合作伙伴和公众 该公司被美国证券委员会 以大规模欺诈 进行指控其名誉扫地 Seranos和伊丽莎白霍姆斯的垮台 是迅速的而且戏剧性的 自色无数书籍文章和纪录片 成为了他们的主题 2018年 霍姆斯和SEC达成和解 同意支付50万美元的罚款 返还1890万的股票 并且对Seranos的控制权也交出了 他还在禁止在10年内 担任上市公司的高管或者是董事 2022年11月裁定罪名成立 判期11年03个月 也许在开始 霍姆斯真的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当技术时间等等 不站在他这一方面后 他没有选择承认失败 而是选择欺骗 到最后可能连他自己都骗过了自己 虽然Seranos的丑闻 对伊丽莎白霍姆斯 而其名誉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他对于创新和创业领域 也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围找者Seranos的炒作 是一种重视颠覆性 而不是科学和证据的文化推动 那么它可以成为一个警示的故事 告诉人们 当科技行业相信一位有魅力的领导者 而不是科学方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信任投资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这起丑闻还引发了 关于科技行业中政府监管的问题 以及面对大胆的说法和炒作时 是否需要诚意怀疑态度 以及审查提问 也强调了医疗保健行业透明度 和问责制度的重要性 以及患者和消费者 了解他们用于管理健康的产品 服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必要性 伊丽莎白霍姆斯的故事 证明了美国梦的诱惑力 颠覆性创新和吸引力 以及创业精神的诱惑力 但这也提醒我们批判的重要性 信任投资并不一定可行 你的直觉可能会欺骗你 美丽的水汪汪的大眼睛 也可能会骗得你倾家荡产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转发将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